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周末亚瑟 李白呢是一个很脆的英雄 被人蹲到的话就很容易被秒 有时候呢使用一技能进行探草或许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意外之喜啊兄弟们还炸出了这个婴震的大招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婴震不会玩 倒也不是 但是一般呢 开一局游戏一段时间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分得出来 这局游戏里对面哪个英雄不是很会玩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当作对面团队里的破绽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身为一个李白 要学会消耗 以及激怒对面 然后对面的亚瑟退一步越想越起 索性就不退了 直接冲了上来 他这一冲呢 赢政也跟了上来 再见 放完技能 一技能回来 等CD CD好了 两段一技能突进 这皮带走亚瑟 然后回来继续等CD CD好了再冲上去 两段一技能突到马可身上 山线封走位 你不走位就显得我很蠢了 不重要 在后面封住对面逃跑的位置 你们一个也走不掉 我说的 我A 我A 我在A 四连操反 兄弟们 看着蓝灵王多懂事 我杀了 我 我 没拿到午餐 求个点赞安慰一下 不过分吧 谢谢啦